大家好,我是美日小时小刘 豆腐皮很多人都喜欢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凉拌豆腐皮的做法 准备洗干净的豆腐皮,全部切成细丝 洗干净的细琴切长段 胡萝卜切成丝 锅里水烧开后,把豆腐皮倒进去焯下水 加入一勺盐,这样可以让豆腐皮更加的筋道 而且可以入下底味 煮大约两分钟左右 豆腐皮捞出来后,再次清洗干净 硬干水分备用 然后把西芹和胡萝卜也进去焯下水 碗里加入倒好的蒜泥 加入红辣椒面 再铺上热好的花椒油 边倒边搅拌 加入香醋 生抽 盐 白糖 香油 鸡精 搅拌均匀 加入西芹和胡萝卜 咱们这个凉拌豆腐皮就做好了 做出来香辣过瘾,非常美味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关注转发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